天堂M大BOOTHY的小編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堂M大BOOTHY的小編 那在天堂R推出之後 最近開始有一些玩家在討論說 這個遊戲它到底用什麼方式才能去做這個包月的動作 畢竟天堂R是以前的國際服改版上來 那早期的國際服原本的話它是必須要用660元的方式去包每一個月 那每一個月它必須要包月之後才能玩 那除此之外以前也原本就已經有了這個鷹海薩祝福的這個系統 那麼很多玩家其實都知道 因為天堂R在韓版的話 它已經是改成是免費制的一個遊戲 那在台灣的方面會跟進還是會採取跟以前一樣的方式 這個的話目前來講都還是一個問號 那不過現在官方其實已經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資訊 就是鷹海薩祝福的方面 它已經推出了一個是龍之寶箱 然後還有這個畫面上看到這個 龍之鑽石的超值優惠組30入 那這個的話裡面就是30顆龍之鑽石 那售價是300點 折合台幣的話差不多 將近是也是等於300元的意思 所以如果說你要買的話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買 但是對於這個角客 維克玩家來說 這個方式勢必會讓天堂R 它會在上面花很多的錢 那所以呢這個官方的設計 它就有一套比較不一樣的設計 那在講這個包月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如果是沒有包月的話 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來我們看一下說明這裡 好這個天堂R的鷹海薩機制說明 我們先看零階段 零階段就是表示你的葉子全部消耗到零的時候 它會是這個零階段的時候 那在這個階段喔 其實這個上面官方好像寫的有點問題 不過我們可以看這裡 零階段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PSS就是所謂的內掛 它不會掉落寶物跟金幣喔 那這個鈍號我就不用講它 這個是國文上的一個錯誤 這個應該是逗號 反正總而言之這個的話 你是零階段然後使用內掛的時候 它是不會掉落任何的寶物跟金幣的 但是經驗值獲得不受影響 好那除此之外呢 假設如果你今天是用手動 零葉的時候用手動 好寶物掉落跟金幣還有經驗值三者都不會影響 好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你想要手動掛的話 如果你想要自動掛的話 這個葉子就必須要有 要不然的話你每天掛的這個時間 大概都只有剩下這個經驗值而已 那大家也知道要買東西要有金 要有金幣嘛 所以你不能沒有金幣 好那為了這個設計呢 還有剛剛我們講到這個 課金問題喔 所以他們推出了這個叫做 英海薩德加護箱子 那這個的話 目前它上面的官方的售價是 30天 然後是台幣660元 然後打開之後呢 你就會獲得英海薩德加護30天 那這個效果喔 它就會這邊有寫 它可以維持在英海薩 第一階段30天 那它這個的話也就是說 你用660元就可以獲得 第一階段的這個效果 那就是祝福經驗值加100% 然後經驗值的 祝福的消耗減少加35% 還有道具的獲得率100% 就是正常的比例就對了 好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我們所謂的包葉 包葉我們剛剛有講到包葉嘛 那這個其實就是包葉 包葉是讓你可以確定 可以打到金幣跟寶物這樣子 好那這個的話 其實官方喔 在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講到說 所謂的一元包葉加199元的 英海薩德加護 其實就是這個 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目前來講 它現在是用一元包葉的這個方式 然後再加199元的這個包裝 就是優惠啦 你看原本這邊是660元嘛 所以它這邊的話 優惠期間它是199元 它是用這種方式在 有可能是在鋪陳未來的這個模式 好那小編在猜測喔 以後的這個形式 可能就是變成真的是一元包葉 就是你要花每個月花一元的包葉 你就可以去玩這一款遊戲 但是如果說你要有葉子的話 你要包葉的話 還是得去花這個錢 去買這個所謂的英海薩德加護箱子 然後去獲得英海薩德加護 30天的這個效果 那所以這樣子來說啊 大家就對於這個 目前來講的花費 大概有一個雛形 大概有一個印象 好那再來除了這兩個之外 很多人會想到說 這個以後會不會有所謂的這個 台幣裝啊 商城裝出現 其實已經開始慢慢有這個感覺出來 就有點類似天堂M的 那在8月10號 這一天 就是今天啦 公告的商品裡面 有一個新增的 叫做卡馬的祝福寶箱 然後在這個祝福寶箱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可以機率開到一些裝備 那這個的話 如果有玩過天堂M的玩家 應該都不陌生喔 這個就有點類似我們的 什麼 潘朵拉的遺物袋啊 潘朵拉的遺物箱 就開起來的時候 他機率會拿到一個 這個所謂的 卡馬的祝福硬幣 這個是百分之百拿到 那其他這些就是 機率掉落 這樣子 都是機率掉落 應該說 他也不是百分之百 是他拿到的機率最大 這個 大家去注意一下 所以 目前整體 目前整體來看 小編是覺得說 天堂R未來走向 有可能跟天堂M會很像 但是如果說你的 這個是雙修的玩家 假設你現在是玩天堂R跟天堂M 雙修的玩家 那我可能會建議你再觀望一下 再決定要不要去玩這款遊戲 那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天堂R雖然說跟M有差 那如果說 有些人是抱著說天堂R會比較省錢的 這一個想法來玩這款遊戲 但是目前還是不明確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未來你必須要花660元 因為如果說你不花660的話 系統雖然說每天會送你葉子 但是那個葉子的數量就非常有限 1000葉很快就用完 你沒有包葉的話 基本上是很難去打到寶物的 所以掛起來會非常非常的無力 好 那這個寶物的部分 寶物的部分 看起來也是跟天堂M走一樣的這個模式 而且天堂R現在還是在一個測試的階段 因為很多bug還在修 所以我認為它還是在一個測試的階段 那所以這樣子講起來 整體的花費會不會跟天堂M有一些差距呢 我是覺得基本上有差 但是差一點點 因為這些課金的東西啊 出的非常快 然後大大小小的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 比直上來說會比天堂M來貴 譬如說 這邊輪提斯的耳環 史耐普的戒指 這一顆就是299元 這個就是等於台幣的意思 299元 然後史耐普的戒指也是299元 所以這個價錢其實都會比天堂M來的貴一點 那雖然說這兩款遊戲是不能直接拿來這樣的比較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玩這款遊戲 想說會比較少一點花費的 小編覺得說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因為畢竟現在還算是一個免費的期間嘛 那你可以進行去體驗 進行去衝等 那30天後或者是包月方案正式確定之後 你再來考慮一下是要繼續玩天堂M呢 還是要雙修 或者是直接移過來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個比較好玩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大家來做一個更深入的去思考 不急著說在一開始就把這個課金啊 把它大課下去 那小編覺得說到最後賣帳號的可能會很多啦 像現在其實就有蠻多的這個狀況 好 那以上這些資訊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關於這個包月跟包夜 還有這個商城的部分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一起來交流 那影片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